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于是鹰派 那美国的这个野伦主席也要也是非常鹰派的说要加息了 所以这个的话使得市场担心12月16号如果野伦真的加息将可能是一个败招或者是一个昏招 其实全球的经济并没有央行主席们所想象的那么乐观 市场给出的信息呢就是那样 当然有的朋友说这个Sambadino枪击啊等等啊 这些都是一些因素啊 所以啊这个是能见能智啊 那么呃 杰老师 我们明天今天标普数在几点2048是吧 呃 好那么今天的行情啊可以说整体上呢呈现出来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运行节奏 盘中的时候呢我们曾经看到了三纳指数一度的在站上的这个平盘上方 是想要往上去冲但是呢呃随后就被打压了下来 整体上呢我们看到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啊盘中最低的跌幅呢超过了两个百分点 那么个指数尾盘的时候呢虽然有所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的力度啊并不是十分的这个呃并不是十分的明显 所以说在在明天的行情当中呢呃我们短线上啊 好我觉得明天周五早上有非农数据啊又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吗 又碰上明天要欧派克会议在维也纳 这个上一次的欧派克会议引发了油价的暴跌 因为这个中东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拒绝减产 那么今天原油油价也是从40多反弹 嗯今天华尔街日报啊今天头条 就是说油价反映了全球经济正在萎缩的一个见证人 油价是跌破40 所以今天的油价是暂时被这个美元的下跌给拖起来 对今天美元跌幅很大 但是但是你看这个今天的这个油股啊就是一阿外却大涨 就是就是看跌的却是大大 也就是说油股在大跌 对对对对 这也是市场一些投资人担心的说哎怎么油价涨了油股不涨 那么油股很明显是被这个整个的股市给拉下来 的确的确因为今天市场那个调整的幅度呢 呃也是蛮大的 因为昨天的话我们会看到了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 呃12月份如果说不下跌的话 那么从k线节奏上讲并不是十分的完美 那么这个下跌来我觉得目前来看啊应该是跌幅呢 已经接近于饱和了 那么明天呢虽然有美有这个非同数据的发布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明天的数据呢 不管怎么样 明天的这个行情非常有可能已经在今天呢 已经演绎过了 明天就是一个呃稍微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 因为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仍然是处在于呃一个超卖的节奏当中 但我们仍然是可以看一下这个超级反弹 但短线上的话呢 明天短线上或许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向下呢 进行再一次的一个释放 或是这样的 我我我的期待就是明天能够跌10个点 对11个点2040就可以了 哈哈 借杰老师的直言 就是明天拜托千万别涨 别要涨啊 就是跌10个点 然后跌100个点也无所谓 嗯 但别别绝对别涨 就是最好少跌一点也无所谓啊 开玩笑 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讲的是 呃 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像呃 昨天呢 其实有一只Penny stock 我没注意 嗯 呃 所以现在信息啊 真的是信息时代 如果你信息抓的好 其实这个股票呢 也是一个很久很久的一个中概股叫CDII啊 昨天涨了百分之两千六百多 从Triple Zero One一直涨到九分钱然后回落 那么那么今天就没行情了 我觉得呃我怎么说呢 我现在把一些真正像天还有一个我昨天就跟大家讲 讲了同志们也不听啊 嗯 一开盘就问哦 KPL KPL 狂叫KPL 结果呢 KPL今天盘后涨到多少 40了现在 讲到目前来看的话是37块钱 OK 对最高的话都到了39块 对对对对 那那些哥们你们持有这个KPL赶快抛了 不要在我们VIP天天问 哎 KPL KPL 好像叫一叫就可以停止下跌 我说大盘都在跌 今天BioTag下跌了百分之三 那没有理由KPL要涨 而我还是挂200500股27块4毛9 对 8天均线没到 结果到了28 嗯 呃 我觉得就是说投资朋友就是一定要注意 股市不是我们来决定 你天天问也没用 第二呢 我觉得已经把昨天该说的话都说了 你信不信有你 如果你没有这种成熟 你每天看他不很多朋友没有买 有个朋友哥们买了一个ATV OK 很惨我觉得 为什么惨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要注意一夜勤不能升线 对对对 当天就要出来 赶快就是拿了钱就跑 不要在那边哎 这位哥们重仓 KATV哎呦 这天呢 这种是和赌博就是而且概率来讲应该是30亏70 哦 30赚70亏 我个人觉得 或许会更低一点 对 这边这档这档股票的话涨幅的确是特别的大 从两块钱开始起涨 一直涨到了将近20块钱 但是这个股票是垃圾啊 你看整个公司就是没有业细在支撑这个东西 而且他的上涨是维权 完全是有于一条消息的触发 第二很多投资人喜欢炒这个400万 但是这些投资的人 这些trader他绝对不会久留的 就像外面的什么默默呀 这些约炮网站里面的人都不是好人来的 对对对 所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在国内还有一个笑话 人家不敢说我是默默的用户 一说人家就会想啊这哥们 然后腾讯还OK 微信还OK 所以我觉得这些大家要知道我进入了 这个这个这个股票 那我买了这个股票 我就千万要注意 就是只能做一天行情 CDI我也今天买了一点 但是两个加起来不超过3000块钱 所以可能亏了1000块钱但是OK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朋友啊 跟了我那个TVIX 我们两天的赚了不少 也有三十二三十个percent 所以我觉得银和亏我们take a chance 但是从我最近发现的一些情况 只有一天行情 那KBIO的朋友们 请非常担心 KBIO的朋友 坚决果断的出厂 明天我如果长到46我也出厂 但是如果不长到46我就呆着 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他们在盘后宣布 将买一个technology 专制于一种很怪的病 就是南美洲的一种蚊虫病 还是那种 蚊虫病 真的很怪 人也怪 治的病也怪 这样子 好 J老师还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什么了 刚才就是我们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这个关于一些操作这种 这种像类似于一张ATV一页型这种股票的话 如果说这种像某一只股票突然之间出现那种大整行情的话 你对他的这个前期或者是你没有听说过或者你买买卖当天的话是第一次听到的话 我想还是说做一个短线交易 因为毕竟的话任何一个事物对你来说的话呢 呃都是有一个吸引力 这个吸引力呢在于这个行情已经是起来了 只不只不过说看看你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类似于顺风车一样 但至于到了什么程度的话 呃因为之前没有关注 只不过因为这行情起来了 我们才去关注的 所以说当中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大家呢就应该像这个吴尔老师讲的 像操作这些股票来讲的话 就是一夜情啊 当天买卖就好了 你像KBIO的话 我们已经关注了有将近两三周的时间了 对看的从7块挡到十几块 然后呢开始进行稳 呃稳了一下 然后呢再一次拉升到三十几块钱 是这样 因为他是有料的 就是这家公司呃500万现金 然后他本身如果把这个技术救回来 还是值这个face one face two的一个IPO的价格 就是两个亿的市值 一个亿到两个亿的市值 但是你说这个向国国际的话 他当时是就是说开一个电话会议 给投资人一个更新 但是电话会议开了以后也没有说要私有化 也没有说什么 那投资人就是抛的这些投资人 就是当时买的这些投资人 对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也没有什么庄家来恶意啊 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一个非常啊 悲惨的一个结局 所以当时千万不要中仓 买个一千股两千股玩一下 试一下仓位 你这kbio你买了一千股两千股 试一下仓位 觉得不错再继续价 对呃 如果说这个股票没噱头就出来啊 找机会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发现的很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要测试 我们就试仓试着买一点很小的股票试试看 然后如果好的话再进场好吗 对对对 好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不 Ertteval Nas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